大家好 我們是董事長樂團 因為以前的教育都是黨國教育 就是政府給你什麼 教你什麼 吸收 你就吸收什麼 因為學生小朋友就像一張白紙 那一年我二十八歲 然後我才知道台灣有二二八世界 我在軍中偷看那個檔外雜誌才知道 原來我們國中 高中的時候所學的 老師所教的是 怎麼完全不一樣 那其實站在音樂的角度來講 我記得印象中非常深刻 就是我們小時候都會唱什麼龍的傳人 什麼中華民國頌 黃河啊 對 就是那一段歌詞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說雖然不曾見到什麼長江黃河的美 但是什麼什麼什麼都是在夢中這樣 沒有人見過長江黃河 為什麼不寫佐水溪 玉山這一段 畢竟音樂是透過這種比較人性化啊 甚至它有我們音樂的這種靈魂在裡頭 所以我們不會那麼直接 直指的這樣子去直接的批評 早期齁 我們當初組團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你董事長樂團為什麼 都要去講這一些東西 你不能夠在台上好好唱歌嗎 為什麼一定要牽扯這些事情 事實上就是因為那個年代大家都不關心啊 那我們這個董事長樂團為什麼要叫董事長樂團這個名字 其實在組團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認為說 其實我們想要當自己的組人 這個年紀改革是一個很重要的 包括那些公務員的那些機制 他們並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時代在變 那個機制應該也要變 不然你這樣 那整個會突破整個國家的財政問題 我們台灣未來國家能夠有一個正常 符合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機制 一個法規 一個憲法 然後我們就照這個憲法 政府以後都可以透明化 然後大家全民共同參與 所有的建設都很透明 都可以讓大家知道 這個才是在為我們下一代 能夠再建立一個新的民族 一個飯店 還有嗎 還有這位 你有的告 有 冰凍山只非一日之寒 我們也不可能說 今天換黨執政馬上就可以 明天會更好 那未來的話一定是需要大家的努力 尤其是年輕人的部分 如何讓新的觀念太舊換新 讓國家走入一個新的未來 其實年輕人的想法是非常非常重要 台灣的未來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還很值得去做 真正如果台灣真正有一天轉型正義 我們就可以退休了